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其他材料呢就有这些半粒洋葱切片四克的蒜米末香菜叶一粒番茄切片和红辣椒切片辣椒要多要少看个人最不能少的秘密武器呢就是柠檬半粒就可以了锅中倒入适量的油用中火热一热油 油热后呢就将我们的蒜米和大虫下去炒炒到爆香为止 炒到爆香后呢蒜米也开始透明透明这样了我们才倒入我们的这个罐头鱼 哇今天罐头有很多条哦加上100ml的水调一下味道一茶匙的盐 放入红辣椒 番茄 现在呢用中火小火慢慢煮煮到番茄暖为止 如果谁喜欢番茄比较硬的话呢就可以煮大概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直到它滚 过后呢才撒一撒我们的香菜叶 搅拌一点点 那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可是呢虽然煮好了还有一个秘密武器一定要试试做做看的 来 先倒入盘中 今天的盘呢太小盘了 所有大盘的呢可以用大盘哦 好我的秘密武器呢 让这一道菜更美味呢就是柠檬啦 用半粒柠檬挤一挤下去 哇跟你讲全部的那些尝起来的味道啊 出来的完真的是很好吃 配饭一级棒 大家不妨试试做做看哦